G410系列的第三期G410一行物评测 然后手里的这支SFTEC 其实一月份在他们试打会的时候我就已经试过 但当时因为需要保密的原因 所以没有给大家公开这部分内容 然后现在他们有推出的这款G410 Plus 这个其实是正式的普通的版本 所以最终他们是会有三个系列 G410 Plus是普通版本 SFTEC是防右曲版本 然后这款LSTEC是低道悬版本 跟之前的G系列的定位是一样一样的 然后手里的这两支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唯一的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后方的配重 那先来看Plus版本 它是后面有三个地方可以扭这个螺丝上去 所以你实际上是把这个拆下来 扭到这个孔上或者扭到这个孔上 跟一般的滑轨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但确实你也得承认大部分人滑轨的时候 要么在中间 要么在最顶上 要么在最下面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关于调节干头的内容 那么你放到这个位置 它会更容易出左去 放在这个位置则会更容易出右去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弹道需要来调 然后顶面还是有他们标志性的扰流板 和Dragonfly的干头加固的设计 且不论说这些东西加上去有没有用 我觉得在干头上加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有一种肌肉线条感 I'm Batman 是不是很酷 然后干面的造型是这种 这面稍微高一点 这面稍微低一点的类型 看起来也是挺大的 相对来说SFTEC其他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配置不能在三个地方移动 而只是固定在了这同一个位置 然后给之前聘的用户带来一个小小的坏消息 G410的套管跟之前的版本是不太通用的 所以你要从老款升级新干头的话 你需要装一个新的套管 因此我们现在也没有合适的套管 能够直接使用上这个干头 只好用它原装的干身 那么今天就打算给大家对比一下 看这两款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先来打G410 Plus 回到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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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没法更迟了 我们来一点 还是超级直 唯一有一点点可能不是太理想的 就是倒旋稍微有点高 但是直成这个样子 高就高吧 说实话这颗球我觉得会特别用 但最终还好 只是往右边稍微飘了一点点 而且我居然打出了16.7的起飞角 这应该是我 是有视频记录里面最高的一颗 这颗失误了 这颗失误了 slice 右飘一点点 能接受 我们现在换SF-TEC试试 SF-TEC的手感明显 一上手就会觉得回正速度会要稍微更快点 那就这球就做了 一直 舒服 完美 还能再直一点点吧 还是15厘克 看来我这两天的趋势都是往右边飘 轻轻松松 完美 其实过缘动作不是特别好 但是球真的出乎意料的很直 高度很高 不是特别特别的远 看看最终数据的差别 散射率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 红色的是SF 蓝色的是 Plus 所以SF就是整体把Plus往左边移了一点 那么可能对右曲的朋友来说 显然SF还是要更好一点的 那么看一下最终的数据 落点分别是250和248 那确实这个是同一颗头的设计 差别非常非常小 对我来说SF-TEC可能要稍微再好一点点 然后总距离是265 264差别不是很大 Ando速度Plus要稍微快一点点 球速150.4 4149.6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倒旋3400和3300 这个东西就不能说是太低了 那显然一直以来 G系列的特色也是倒旋稍微高一点 但它换取来的就是更高的稳定性 随时起飞角15.1 14.6极高 如果看到我之前数据朋友都知道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超乎想象的高 所以其实这点是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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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 然后飞行高度也是130和119 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高单刀的感觉 那么最终总结一下410到底好不好用呢 可以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它的容错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力量型选手选用它的原因 所以假如你一方面力气比较大 然后距离对你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需要更好的稳定性 那G410绝对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干头 然后第二种情况 假如你的力量非常非常小 然后你用普通的干头不能达到足够好的起飞和倒旋 那它也能比较好的帮助你 那么如果你想用410 同时你又不希望倒旋那么高 有几种办法 那第一个呢 可能用9度或者9.5度的干头会效果更好一点 同时它的干径也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所以你可以把干头的角度降一点 另外你可以选用前端稍微更硬一点的干身 或者本身设计就是比较降低倒旋的干身 这样能帮助你搭配出一只更完美的武器 那么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